大家好,我是桓立琴 我跟我老公结婚14年了 给你们看一下,这是我们的结婚照 很多粉丝朋友问我 说现在的婆婆是不是我的真婆婆 还是请外面的演员演的 我告诉你们 她就是我现实生活中的婆婆 就是我老公的妈妈 来,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全家福 所以大家以后不要再问我 这是我的真婆婆还是假婆婆了 我跟我老公生了一个男孩 来,给你们看一下 她13岁了 今年9月份下半点就上初中了 我看到很多粉丝朋友留言说 问我为什么会做这个三冷战号 今天我就和大家好好聊一聊 疫情也是在农村 弟弟都到长大的孩子 从小我就跟着奶奶爸爸 去田里啊,弟弟干活 甚至农民的辛苦和不易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在想自己长大以后 能不能为家庭做点什么 所以我就一直很努力的学习 我在上初中的时候 是我们那个这里 为什么都通过自己的程序 考读四周年高中的 但高中的时候 因为力气自身的家庭原因 我都基础在公共家 有个对我挺好 但是我们不想增加她的家庭负担 所以我选择了放弃高考 我想自己能够走能进入社会 支持其利益 本来想通过自己努力学习 改变自己生活和完成销售的工作 但是因为初中 异常突如起来的意外 使我家庭发生了很重要的变故 所以我不得不选择犯情绪力 即便是这样 我也还是非常阳光积极的生活 也没有问题销售的梦想 所以非常感谢抖音这个平台 让我拥有了七百万的你们 是你们让我这个普通的农村女孩 拥有了自己的舞台 以后我会把我家乡的美食 特长分享给你们 也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 其实这些心里话 早就想和大家说了 今天说完之后 感觉心里舒服多了 也祝愿大家以后的生活越来越好 谢谢大家支持好关注